郭新兄,今天来好看社区发展的表现是相当的好 今年不是由南港社区来提供多个社区的公用 郭新社区第一次参加敏感,就提供结余社区的成就 由南大管政府所承担的好看社区收集感结尾 今年也由郭新社区头一次来参见结果的角色 专业到每年和健康这两个社区继续推动郭新兄,郭新兄,郭新社区的工作 端午结束由美女设计 今年就郭新兄社区收集感结尾又开始进行了 在管府与专家学者的指导下 参加这项郭新社区,占对今年的郭新社区内容进行讨论 当时分配郭主乎这个郭新社区的行务 今年郭新兄社区和郭新社区 来担任母亲的角色 将担任美人和新家进的健康社区 当时发展社区好理教育工作 我们就一直在把在家里的老人一直拉进来 能够在社区里面能够有个互相的噪音 我希望让社区可以接受外面越多对老人的好利 我希望借助他们长照阿电灵这些项目 来更加完善的跟小区间来配合 让我们社区的我们乡里的那些长辈 能够多大更温馨的照顾 虽然翁尼这行业园中 郭新兄都有很好的性质表现 不过学者特别支出 福利法社区的精神就是母亲戴小姬 但在推动的各行计会中 这些并没有将这个精神来落实 并不是说大家把经费分一分各自各做的 有很多比较是坐子计划的 这些小姬的社区里面呢 对于计划本身还不是很成熟 也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领航社区 就开始要去透过这个赔利的过程当中 也许亲自拜访社区 然后把人召集起来 大家共同来讨论 甚至培养这种整个计划规划的能力 我们以这个国庆祭厂来请各个社区 某一段加入融合 让我们互相的观摩学习 培训一些志工 能够各自的到他们的社区里面 他们实际的一个操作让他们成长 国庆社区表示 今年的家位中以国庆社区 去年开始推动社区局长 跟老人志工八分为重点 让三个社区来共同参加学习 仍然再担当国庆社区来扩大推动 希望今年的小姬和家位 可以有比翁年更加好的成绩 接着翁佳成彩虹报道 接着翁佳成彩虹报道